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位在台北市中心的一栋建筑 它的前身是日据时代台北劝月银行的 日本劝月银行的台北分行 台湾博物馆花了三年的时间 让它重现当年的荣耀 同时也将它转型成为最具特色的台湾博物馆 今天我们的主题古迹在线 就要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讲者 台湾博物馆展示企划组组长陈碧玲 各位朋友下午完 我今天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古迹修复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古迹修复案例 不单纯是一个修复古迹 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公共化的博物馆使用 我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在台湾博物馆 来作为修复的案例呢 因为各位如果说有到228公园那个地方 就会看到国立台湾博物馆 它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建筑 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这个建筑物成立到现在 它就是作为一个博物馆使用 可是它的空间非常的有限 不够容纳古生物的展示 缺少一个巨大的量体的展览空间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可以怎么样去作为一个整合周边的古迹 然后又可以让博物馆 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参观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台湾博物馆 是台湾第一个自然史博物馆 它位于台北市的交通核心区 意思是所有国际人士来到台北的第一个窗口 那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各界来的朋友 都可以去认识台湾的自然史 台湾的产业史 台湾的现代性的发展 或者是金融的发展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首都旧城区呢 结合这个古迹的空间 跟博物馆的这个能量呢 让大家看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但是呢 因为博物馆本身是一个古迹 所以它的新建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的策略呢 就是结合现有的古迹 那对面呢 就刚好有一栋 这是我们国际台湾博物馆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 它的对面呢 就刚好有一栋 已经呢 很久没有使用的土地银行的总部 那个总部呢 主持人刚好提到 它过去呢 是券业银行 在1933年的时候呢 落成 那这栋建筑落成之后呢 一直作为银行使用 那一直到2006年 交给台湾博物馆来作为一个新的展示空间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这个 过去的建筑物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银行建筑 换言之呢 这个建筑物本身呢 它有一些特殊性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呢 这个银行的建筑呢 里面一定是有放了很多重要的 这个金银财宝 放了很多重要的这个证券 放很多的财务在里面 所以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装置 所以这些建筑的装置里面呢 就成为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 去思考说 未来修完之后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去了解 这个博物馆的空间 博物馆的建筑的历史 各位如果说 有稍微了解过 自然史的生态呢 就会知道 我们在了解过去以前的 这个气候生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植物的连轮上面 去取得 这个知道说 哪一年的气候的变化呢 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植物里面呢 它是因为 今年累月的累积下来 所以会有一个 那个累积岁月的一个 这个基因在里面 那建筑物呢 古迹呢也是一样 第二种案例呢 各位一定有看过牙齿的牙医 那我想这个看牙齿呢 事实上是一个 有点点恐怖的经验 大家都会有点害怕 但是我们知道说 牙齿呢 用久了之后呢 它毕竟会有一些损坏 毕竟会有一些 需要整理的 那古迹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年纪很长 所以它的那个 内部的这个损坏 其实会有很多的 这个破坏也好 很多的需要整理也好 所以从这些背景呢 我们就特别要去针对 了解这个古迹 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建筑的断面 这里面呢 可以跟各位报告 在1933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建筑的技术呢 事实上在做一个 突飞猛进的阶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迹呢 各位可以认为说 它应该是一个很老的 它可能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个建设的 事实上这个观念呢 我们发现说 在经过这栋建筑物的 修复过程 我们发现说 当初的技术呢 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 包含这栋建筑物里面 已经有了自来水 已经有了自来瓦斯 已经有了消防系统 已经有了整个空调 中央空调系统 所以当初在建设 这栋建筑物的时候呢 已经陷在了这个建筑的科技里面 已经都涵盖在里面了 甚至呢 是现在各位看到的建筑物 新建大楼的时候的钢古大楼 都是采用这个预柱的方式 采用这个 那个构建组装的方式 当初这栋建筑物呢 也是一样 它在外表上面呢 就已经有采取了预柱功法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传统的工法呢 是一定要做一些保留跟 这个维护 那现在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修复的人才呢 其实是已经有很多的断层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修复的匠师 可以再培育起来 我们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 研洗的工作 所以在修复之前的时候 会做很多的尝试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些 试清洗 也有一些 这个记录 会将这个过去的 这个残疾呢 怎么样呢 去把它复原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面呢 它是一个外墙的一个修缮 包含说 把原来的这些 腐化的 原来的这些基灵呢 作为一个清修 被损坏掉了 作为一个修补 那这里面呢 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整个是破坏 结构性破坏的这个处理 第二个部分呢 是属于外表的修缮 就像我们的牙齿一样 牙齿如果说外表 不够美白的时候呢 有时候需要去做 洗牙的动作 牙齿如果说 整个里面呢 已经有破坏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去做 止牙的动作 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传统工法里面呢 在这栋建筑物里面 有两个部分很重要 一个部分是外墙 那外墙呢 它是清水膜 那个洗石子的部分 洗石子呢 现在呢 一般都是直接在外墙上洗 可是呢 在1933年呢 这栋建筑物呢 它就采用一个预柱工法 就直接在外面工厂 做完这个一块一块的 洗石板之后 来这边做拼装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预柱工法呢 也用在他们的装饰的 饰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呢 有非常大的这个饰板 这个饰板呢 是水泥块 那各位可以知道 水泥呢 是非常硬的 第二个部分呢 它是非常脆的 怎么样让水泥呢 那么大块呢 不会破坏掉 不会脆掉 然后又可以吊挂 是斜的吊挂在墙壁上面 所以它这是一个工程技术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邀请了日本的匠师 来协助了解跟教学 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除了这个石膏之外呢 它后面这边呢 是有一些结构物 这个结构物呢 事实上就是 这个我们所谓的麻绒 那麻绒呢 就是像 像这个钢筋水泥一样 混泥土的这个水泥呢 在灌注之前的时候呢 要先有钢筋 要先绑钢筋 所以这些麻绒呢 就像是那些钢筋一样 让这些石膏四板 它后来 它有很强的这个坚固性 不会破坏掉 我们有几个原则 包含了要新旧病程 有些人在想说 古迹是不是要把它修得美美的 就像我们牙齿一样 在修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将牙齿呢 全部都补到 完全地看不出来 哪边有修补 这个是牙齿 但是呢 在古迹修复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特别注意 就是要将新做的部分 跟旧的部分呢 要能够清楚地呈现出来 那原来没有修复的部分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展示 在现场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部饰板呢 有新的全白的 有这个米白的 也有一个灰黑的 那这个部分就让各位了解 在现场的时候呢 原来还没有修复的样子 跟修复之后 跟新做的这三种的一个差别 这个是做一个 现地的一个展示 然后呢 在现场其实也有一些厕所 过去的厕所呢 都是用木门 那后来也有一些新做 也增加 所以我们在对面呢 也有新做的 这个可以对照的一个厕所 那这个好处呢 是让各位可以在 在不同的服务机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 过去的这个建筑空间 怎么去使用 跟建筑材料怎么去使用 跟现在这些建筑材料 怎么样去做一个 这个搭配性 好 这个是一个 现在的一个修复之后的状况 我们呢 特别要将古迹的空间风貌呢 预留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大厅呢 是一个40米长 10米高 15米深的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过去是做 银行的营业大厅 但是后来呢 因为这个银行的 那个空间呢 不足使用 所以在中间 其实他们呢 做了非常严固的加成 这个加成呢 事实上是把整个大厅呢 都切割出来 切割出来之后呢 后来的这个整个大厅呢 就不见了 就变成我们看到的这个 一般的室内的这种 天花板 所以我们呢 这个修复呢 就是希望将 这整个大厅的这个风貌 可以被看见 重新呢 恢复这个古迹的样貌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银行的 这个建筑物的 里面的一个核心 也就是金库 金库呢 过去呢 在一般的这个 银行建筑呢 是不容易被看见的 那唯一呢 目前可以被参观的 这个银行的这个金库呢 也就是只有这个地方 可以被参观 那我们呢 将这个空间 做大幅度的保留 就是不去动它 让这个建筑物的 核心的这个金库呢 可以被大家去观看 那里面呢 目前这个金库呢 就成为土地银行的 航室的一个展览空间 过去呢 作为一个存放 一些金融票券 存放一些重要文物的地方 现在呢 作为一个银行的 航室的介绍 那入口处 大家就看到非常强化的 非常刚硬的 这个门在那边 这个门呢 是非常巨大的 那再来呢 我们必须要去 坚守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现在呢 是一个暂时性的 一个使用 所以对于古迹呢 它呢 未来是一个长长久久 我们的一个文明的公共资产 要留给后人来去使用它 所以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 要再利用呢 必须要去考量到 它必须要能够去 维护古迹原貌 所以呢 它是一个可逆的 也就是未来如果说 我们对这个空间 有其他的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构建都拆除 让这个空间呢 恢复原来的样貌 这个是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 必须要先预留 这个可逆式的一个工法 这个是在古迹修复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我们是国立台湾博物馆 我们呢 是台湾第一个 也是最老的一个 自然史博物馆 在1908年成立 那我们呢 典藏了很多台湾的 自然史的动植物 然后地学 还有矿物学都有 那我们呢 就采集了台湾的那个植物标本 然后坐在在展览的服务的一个大厅那边呢 提供民众在做植物柜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欣赏到台湾的植物的资美 这个是我们在在利用的时候呢 也把台湾的这个博物呢 安置进去 那再来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刚提到的 这个古迹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现代的工法 或者是说后人使用的痕迹 或者说当初的历史的这个记录 那我们呢 就要注意到 这些移构跟残疾呢 必须要被能够去阅读 必须要去能够被看见 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呢 就留下了很多 这个修复的这个痕迹 在现场被参观 各位可以看到 左边这张呢 它是一个去期 去了几层呢 去了七层七 那这个是右边这张 就是跟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在去期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一层一层的去 我们在洗牙齿的时候呢 是一次洗到位 它这个不行 它这个必须要呢 像剥皮一样 一层一层的剥 一层一层剥 所以它去完一层七之后呢 要去第二层 那这个是我们在 做整个骨肌 去做修复的时候呢 必要的这个工作 就是要先做四剥 来做一个试形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试形的过程呢 就会发现说 这个里面有很多层七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层七呢 就是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使用 很多人的这个使用 所以骨肌呢 它已经被涵盖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移构在里面 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 骨肌修复的这个移构在里面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银行的第二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总经理的办公室 总经理办公室呢 它的办公室空间 有两个重要的门跟窗户 一个门呢 跟窗户呢 是可以看到所有办公职员的 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呢 是可以看到这个金库的大门 所以呢这个总经理呢 等于是在做一个银行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呢 现场呢 做一个模拟输出 让各位可以知道说 过去这个地方是总经理在做的 然后他呢 也留下了这个过去的 Email跟整理的一个平台 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保留 那刚刚提到的 这边呢 有自来水 有瓦斯 有空调管线 所以我们将 这个自来水跟自来瓦斯的部分呢 作为一个现地的保留 然后在旁边呢 有做一个说明 让各位可以知道说 在1933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机电跟出风口的地方呢 是有另外制作了一个空调管线 跟那个 那个营运的这个机电的这个管线 那那个管线呢 并没有走在地板 也没有走在天花 而是走在中间有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斜坡道 那这个斜坡道呢 它就等于是 底下呢 就是隐藏了这个空调 跟那个机电管线 所以它用来这个支援 整个大天的运作 就在这个斜坡道上 那民众一般在走的时候呢 并不会感觉 那个斜坡道有什么特别 只是觉得说 它可以透过这个斜坡道 可以看到古迹建筑空间 那个逐步不同层次的这个历史印象 那我们就结合这个部分里面 把它隐藏在布道底下 当然呢 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的 内部的纹理 包含说 这个室内隔间墙 怎么做出来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到里面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内部的这个室内隔间墙呢 作为一个拆卸之后 进行一个整理 然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包覆 让各位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个建筑里面 他们怎么样去做隔间墙 那现在呢 当然是很多甲板钉一钉就没有了 那过去是不一样的 它必须要有这个六甲网木的这个钢板 然后还有这个木条里面 还有加水泥部分去做一个整理 那现场的这个空调 这个室内空间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活化再利用 让过去的这个建筑空间可以被这个体验 那银行呢 各位可以知道 保全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人为保全呢 建筑物本身自己要有强的 很强的这个抵御的能力 包含说防火 包含说防盗 那这个部分呢 在窗户就是一个关键 窗户是一个弱点 所以窗户呢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做窗户的时候呢 是有做强化的 怎么做强化呢 就是在两片玻璃当中呢 再夹一个六甲网木的这个铁丝 这个铁丝呢 砖完之后再去做一个熔烧 让这个两片玻璃跟铁丝 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那这个破掉之后呢 它并不会碎掉 也不会毁坏 就是只是会破掉 那我们在修复过程呢 就发现说 有些玻璃已经破了 可是呢不会碎掉 那我们就将这些破掉的玻璃呢 外面再加一层玻璃 让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边好像有破掉玻璃 可是摸起来是没有破掉的 那个意思呢 是要让各位可以知道说 原来这是一个强化的防盗玻璃 而且是一个具有防火功能的 那为什么具有防火功能呢 它的木框已经改成铁框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铁制的重锤窗 那一般我们可以看到 古迹呢一般都是用木窗 木窗来作为一个建筑物的窗户 但这边呢因为是一个银行的建筑 它呢就是用铁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户外里面呢 有一些铁窗 铁窗呢有些已经坏掉了 没办法使用 所以呢我们呢就将这些铁窗呢 作为一个整理之后 当作现地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DM架 让大家可以在参观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一些元素呢 是跟建筑物是有比较相关的 那有一些木头呢 它事实上呢是残料 就在修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构建太小 也不能使用 所以呢我们就将它作为一个 这个再利用 变成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椅子 也将这些残机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 那个等一下呢 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将现场的 已经被破坏的 这个石膏四板就剪下来 那因为这些石膏四板呢 它是比较细碎的 它没有办法被修复 它没有办法呢被使用 所以我们将这些石膏四板呢 就取下来之后呢 作为一个清理 然后作为一个 纪念的一个文物 那像这样子一个纪念文物呢 我们就能不断地在 博物馆的空间里面 去做再利用 那还有就是像 现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的这个空调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中央空调系统 然后大厅呢 是一个40米长 然后有10米高 然后有16米宽的一个大厅 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怎么样让空气 冷空气呢 可以在整个大厅去流通 我们就发现呢 它的地板呢 事实上是有巨大的这个 空调管线 墙壁呢 它是有 有超过80公分厚的这个墙壁 所以它的墙壁呢 它事实上是 是有走空调管线 所以它等于是有一个 回风口 有一个是 那个出风口 所以在当初的一个 整个大厅的一个构建的时候呢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 整个室内的这个空调系统的一个建制 那 那个当然当初的这个 那个日本的板神大地震之后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建筑物本身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这个建筑当初呢 有几个这个考量 第一个呢 是要兼顾安全 然后呢 建筑物本身呢 它是一个银行的建筑 所以要 让大家看起来 非常的兼顾 使用 那我们呢 在修复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去坚守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要让 过去这些历史的 这些构建呢 可以 在被公共化的使用 跟看见 可以被可逆的这个修复 这个原则必须要去抓住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 各位呢 可以从 除了这个博物馆本身的这个 这个古生物展示之外呢 也可以去细细的去看一下 建筑物空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预留了很多 这个细节在这里面 那各位今天来的时候呢 应该也都是 在这个 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古迹里面 所以我们呢 到这种空间呢 除了体验这空间的氛围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这些建筑物本身的这个材料 建筑物本身的这个构建 建筑物本身在修复的时候 它遗留下来的讯息 给大家去阅读 那这种讯息的阅读呢 就是在帮助我们去 对这个建筑物本身呢 作为一个暂时性的 一个管理维护 跟暂时性的这个呈现 我们希望它呢 是未来呢 是使用的人呢 也都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呢 是抱持着一个尊重的态度 然后可以不断的循环跟永续的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 这个建筑物本身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 生命呢延续下去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呢 再跟各位做一个案例分享的一个 主要的内容 我是陈碧玲 在大爱人文讲堂 谢谢 谢谢陈碧玲 古迹的修复意义 除了让现代人能够了解过去 更重要的是 让未来的子孙 能够有机会 能够领略历史 同时看到古建筑之美 如果未来你有机会 亲近古迹的话 在参观之余 是不是在心里面 也能够对这些修复古迹的 无名英雄们说声谢谢呢 我是以传慧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每十境都是有自满 dunno 三 Alrighty 二길